富人凭什么富? 这应该是很多穷人都想知道真相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成为富人? 可无论在哪个时代,富人永远是极少数呢? 时间表明,富人之所以能富起来有偶然的因素, 但更多的是必然, 且富人们所凭借的东西基本上都有共同之处, 正是凭借这些共同之处使他们成为了极少数的富有者。 那么,问题就简单了, 只要找到富人们共同之处, 也就能为无数想要成为富人的人提供一条中南洁净, 至于能不能做到,那就是自身的问题了。 事实上,富人们的共同处, 每一个正常的人也都可以拥有。 只不过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或者没有凭这些东西去追求财富罢了。 必须事先申明一点, 这里所说的富人是真正意义上的靠合法致富且对社会有益的富人, 也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榜样。 至于那些通过非法手段, 欺骗手法、谋取暴力以及为富不仁的富人, 则绝对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那么,富人到底是凭什么富的呢? 1. 欲于财富势比高, 富人凭野心来求富。 要想富,首先就要有致富的野心。 这是无数富人通过自身的成功证明了的真理, 而这也正好是绝大多数穷人所最为欠缺的, 也是很多想要摆脱贫穷的人很容易忽视的一点。 无数富人的创富实战告诉我们, 财富源于梦想,野心创造奇迹。 2. 穷死胆小的, 富死胆大的, 富人凭胆量来抢富。 假如你想要摆脱贫穷, 成为富人, 你就必然要面对无数未知的风险, 你以往的那些经验和拥有的能力, 肯定跟不上你对财富的欲望。 这是, 你所能凭借的只能是胆量和勇气。 中国老话说得好, 富贵荣华险中求, 财富往往伴随着风险, 胆小如鼠之辈, 一辈子也别想发财。 3. 面对机遇, 该出手时就出手, 富人凭机遇来抓富。 富人, 财富, 机遇, 这三者密切联系, 不可分割。 优秀的富人, 往往能在发现乃至创造机遇中赢得财富, 而更多的财富反过来又会为富人带来更多的机遇,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机遇背后虽然是财富, 但它又是稍纵即逝的, 这就要求想要致富的人在勇气和胆量之外, 还要练就敏锐的洞察力, 能够及时识别机遇, 并迅速而准确地抓住它。 4. 钱生钱真的很爽, 富人凭投资来赚富。 对于真正优秀的富人而言, 钱只有在不断地流动中才能体现其真实价值, 也才能创造出更多的钱, 即所谓的钱生钱。 致富的一个重要秘诀就在于 让你的钱通过投资得到升值, 让钱生钱只有这样, 财富才能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5. 人脉是金, 却贵过黄金, 富人凭人脉来往复, 黄金有价, 人脉却是无价, 所以说人脉是金并不夸张, 甚至对人脉的价值有所低估。 人脉绝对是富人之所以富的一个决定性凭借。 西方商界有一个流行已经的说法, 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 靠的是80%的人际关系和20%的专业知识。 成功如此, 要赢得财富, 同样如此, 你的人脉越强大, 你赢得财富的空间就越大。 每个人都拥有实现的财富可能, 很多时候只是缺少一个关键支点, 而人脉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支点。 6.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富人凭理财来拒负。 在绝大多数富人的生活中, 理财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 他们自己如果不擅长理财, 就会请专门的人才为其打点财物。 在致富过程中, 理财也始终是富人的一个重要凭借, 也就是说, 理财不是等到致富后才有用, 而是在致富过程中就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实, 优秀的理财能力是完全可以学习和培养的, 最重要的是自己先有理财的意识, 然后就是多听听专家的意见, 多学学富人的理财经验。 如此, 你的理财能力一定会得到提高。 7.富人一思考, 财富滚滚来, 富人凭思考来谋富, 思想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 一个善于思考, 勤于思考的人, 根本不愁赚不了钱。 凡是三思而行, 多思考, 勤思考, 才有可能抓住机遇, 进而采取行动, 做到知行合一, 这样也才能钱有所赚, 是有所成。 8. 一想可开天, 敢想有钱赚, 富人凭创新来创富, 富人之所以富, 创新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凭借。 事实上, 许多富人, 自身的学识和能力并非太过突出, 他们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敢于创新, 绝不循规蹈矩。 这样的人往往极具反叛性, 很难得到老师和家长的欣赏, 但却一定是更能适应商业社会, 更能创造财富的。 受网人之所以, 便会带来这条件的创新会, 还有一个凭借人的创新, 你好, 那么多担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